所以听经 一般人听经 听不下去 听了几堂课 兴趣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 业障现前 他有障碍 障碍从哪里生的呢 第一个 他对于经教不认识 兴趣不能 第二个烦恼习气很重 妄念很多 不能专心 所以听经 读经 得不到发习 那怎么改进呢 英光大师说的好 沉浸 真诚 恭敬 所以头一个 你要认识孤生贤心 你对他生起恭敬心 你对他生起感恩的心 然后 你再读经 听经 就不一样了 你真听出味道了 听出味道 生欢喜心 那你就 鱼霸 不能 你每天不吃饭 可以 每天不读经 不可以 这日子过不下去 你到这种程度 这个经教对你产生浓厚的射手力 你自己才能跟道相应 所以这个要培养 培养的方法 一定从弟子规上去学 你把弟子规感音片 学到 弓箭线就生起来了 头一个要感恩父母 要孝顺父母 这是原点 是中国的教育 原点是父子有亲 亲爱 那个亲爱是天性 不是人教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教呢 慢慢长大就忘掉了 对亲爱就没有了 古人懂得 这个亲爱是非常非常可贵 一定好好教 教他在一生当中 保持不会变质 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是把这个亲爱 发扬广大 爱兄弟姐妹 爱你的家族 爱邻里相当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人类 是中国传统教育 爱的教育 大乘佛法的教育 是慈悲的教育 慈悲 就是爱 为什么不说爱 因为爱里头有情 慈悲里面呢 慈悲里头没有情 有智慧 换一句话说 离智的爱 叫慈悲 带着感情的爱 那就是 怎么是 世间所讲的爱 佛法不说这个爱 说慈悲的意思 要懂得 一档事情 用心不一样 一个是用智 一个是用情 从这个地方 你才能生出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的时候 你才能吸收 古生鲜鲜的教会 为什么呢 他们都从感恩的心 流露出来 你也是感恩的心 跟他心心相应 那就很容易了 你不是一个感恩的心 你跟他心不一样 怎么听 也听不进去 也不能够产生法系 这些道理 总要搞清楚 搞明白